一场惨烈的战争 造成了数十万军人阵亡 数百万平民丧生 奠定了当今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 战争的参战方至今只签署了停战协定 从未定立和平条约 这场战争谁是最后的赢家 谁又是最大的输家 再把门店停战协议签署整整70年后的今天 我们来回顾朝鲜战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德国之声 一看已就懂节目 70年前的7月27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在朝鲜半岛的半门店 签署了朝鲜军事停战协定 韩国军队虽然反对这份协定没有签字 但最终也执行了这份协定 这场战争起始于1950年6月 当时南北分治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内战 北边的朝鲜政权在金日成领导向 试图武力消灭南部的 由以成晚领导的韩国政权 从而一统朝鲜半岛 根据俄罗斯90年代解密的历史资料 开战前 金日成征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内苏联 以及中国方面之同意 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之表态 开战之初 战备充分的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 几个月内几乎把里成晚的韩国政权赶下了海 联合国安理会则在美国主导下通过84号决议 组建联合国军 协助韩国政权抵抗朝鲜 需要指出的是 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苏联故意缺席了此次表决 中国冷战史学家沈志华在研究了俄罗斯解密史料后认为 斯大林此举是为了让朝鲜半岛牵制美国的军力 从而间接影响欧洲的美苏力量对比 而同样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国则投了赞成票 原因则非常简单 当时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 而非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长话短说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1950年9月 实施了仁川登陆行动 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 战事也急剧逆转 美军也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 突破三八线一路向北 冰封迅速接近中朝边境 于是在当年10月底 中国方面出兵朝鲜半岛 在本期节目中 除非特别说明中国特指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 虽然当时也宣称拥有对整个中国的代表权 但是为方便起见 我们用台湾一词指代 中国出兵后 美军一度出现了战术上的不适应 导致战线一路被推至北纬37度 韩国首都汉城 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也一度被中朝联军攻占 美军在调整了战术后 重新将战线推回到北纬38度附近 此后又在此僵持拉锯约两年 并在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 这场战争 明面上的参战方有四家 分别是朝鲜与中国 以及韩国与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 苏联则在后方为中朝方面提供各类物资 一些苏军飞行员也以中朝军人的名义秘密参战 朝韩中美苏 这五方的参战动机分别是什么 各自在这场战争中又有着怎样的得失 我们首先来看朝鲜半岛上的这对冤家 北方的朝鲜与南方的韩国 双方都有一统半岛的动机 双方也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赢家 尽管没有任何一方称得上是大获全胜 但不论如何 韩国和朝鲜的政权都存续至今 当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的 美国和苏联则都认为自己 在实现了部分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吃了亏 美国虽然没有实现让韩国政权一统半岛的目标 但是也坚定了对共产主义阵营实行冷战围堵战略 进一步巩固围绕韩国日本等亚洲没有的防卫圈 同时美国也避免了与中国苏联直接开战 60年代的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Herryman 曾经将这场美军死伤人数超过越南战争的军事冲突 成为一场苦涩的小战 纽约时报则对此点评说 鉴于朝鲜战争对各方造成的重大伤亡与破坏 Herryman助理国务卿的点评未免有轻描淡写之嫌 改报甚至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虽然战胜了平壤政权 却输给了红色中国 苏联被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 毕竟如之前所说 美军被迫分兵东亚 间接改变了美苏在欧洲地区的实力对比 而且苏联通过战争期间 及战后对中国朝鲜的大量援助 扩大了对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影响力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最终拖垮苏联的军备竞赛 正是起始于朝鲜战争 所以这套争人和国家的战略影响力 也曾經有一個威脅 並且在那裡開始的潛艦 也就是在韓國的戰略 也超過激烈的潛艦 這就合作為美國的同性 朝、韓、美、蘇、中 我們再來說說中國 严格来说 中国是去邻国的国土上 帮所谓的老大哥苏联去打了一场代理员战争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根据中国明镇部的统计 朝鲜战争让19余万中国军人阵亡 对当时刚刚结束内战的中国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在国际上 由于军队越境进入朝鲜半岛作战 中国也被认为是侵略国 招致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制裁封锁 长达20年 对于北京政权而言 更大的痛楚在于台湾海峡 1950年初 杜鲁门治下的美国政府 本来已经几乎放弃了 偏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 但是在朝鲜半岛开战后 美军开始为台湾提供保护伞 基本断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这一状况也持续至今 有鉴于此 不少冷战事决者都认为 中华民国或者说台湾 才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 当然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收益也不小 已经决定了中华民国政权了中华民国政权的 因为在美军战争中的战争中华民国的战争中华民国的战争中华民国政权 另外中国作为苏联代理人在朝鲜作战自然获得了莫斯科的不少援助 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 从1952年到1960年前后 中国从苏联引进了150余项重点工矿业建设项目 以此为核心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 为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奠地了根基 根据北京清华大学现代史学者王奇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 中国获得苏联的这一系列重大经济援助 与朝鲜战争改变了国际局势 有着很大的关联 不过波斯坦大学的历史学家 Stöver却认为 朝鲜战争后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作用被高估了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 接受采访的这几位专家 在分析各方得失的同时 都反复不断强调朝鲜半岛的民众 才是最大的数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各国军人阵亡数量好几十万固然惨重 但是更加悲惨的是平民 南北方加起来的平民遇害人数 至少两百余万 尤其是朝鲜方面 我们在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到 90年代苏联解体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停止 向朝鲜经济输血后 朝鲜的新生儿预期寿命断崖式下滑 这与朝鲜战争后 巩固形成的政权体制不无关系 和南韩国人和南韩国人 他们可以很明显得很明显得很明显的军人 谁赢谁输 最终倒霉的往往是一兆黎明 在朝鲜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 我们依然看到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战争 冷战2.0的阴云也早已离故 除了这期节目 德国之声也一直在密集报道 当今世界的大国较量和其阴影下的小民极苦 敬请关注我们的网站脸书推特以及YouTube频道的报道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点和观点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格高 愿世界和平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